婚姻只是為了利益 本港網絡最近瘋傳這段影片 有一個84歲的老伯兇嫂 她第一任太太死了之後 娶了一個小她29年的內地老婆 誰知婚後3年就開始婚房睡 之後這位由內地來的老婆更加逼她離婚 但是就要求她繼續供養 她嫁給我10年 但是她現在自己賺錢 她自己養自己 不是她自己養自己 我養她 什麼養她還跟你離婚 對 她喜歡我的錢 還有那間房子 那間房子就不是我的 交租都可以 交中我交 什麼都是我的 現在我給400元一天 現在她說離婚幾少一半 還給200元 還給200元 還要包她吃 包她住 她需要買的東西 我都要全包她 她有和你離婚的 她說離婚 轉口她說不離婚 她說離婚 我說好 她轉口她說我不離婚了 她在家 初初結婚就是一張大床 現在這張床都沒有了 分開整個七年了 我睡在廚房對面那張 大部分人都不同情老伯的遭遇 說她自作業不可活 不過也有人留意到 影片畫面上面寫著原創的字樣 質疑影片的真實性 懷疑是博取點擊的創作影片